OK给花伦伯康白板荣光 你们真的要准备迎接司马仪的全新时代 司马飞雄军已经一军突起势不可挡 今天我们联动上一期的白将牌行SP流液 为大家带来SP流液版本的司马飞雄旗 司马飞雄旗的崛起一定是必然 因为飞雄军弥补了司马仪最后的短板 那就是伤害量 更高的伤害就意味着每场更高的战功 同时飞雄军又可以增加回复效果 充足的回复进一步保证了队伍的多穿能力 那么联串战暴也就信手拈来 司马飞雄旗的武将搭配很多 但由于飞雄军占了一个技能格 自在减伤的SP群域是目前最好的固定搭档 第三个武将你是T0天王版SP操征也好 又或是现在的SP流液也罢 你只要记住搭配至少两个回复战马去配合飞雄军 队伍就会非常有强度 这里白鱼熊搭配杰里瓜骨拉满回复完全没有问题 当然你也完全可以把杰里总某换成燕珠风飞这样的控制 毕竟队伍有控制伤限一定更高 其他的技能方面 你可以把司马仪的用武通神换成上兵伐谋或者汉天赤地 加点方面三个武将全智力加点 必须方面白板司马仪点红色输出 SP群域点出绿色辅助 而SP流液则需要点出速战快过司马仪的二速进化 这队唯一的缺点是占用骑兵宝物 但队伍强度一定对得起这个宝物占用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战报来欣赏一下这队的战功表现 首先我们以这张高红黄中五风洞为例 司马仪配合飞用军能够轻而易举的打楚城盾的伤害 这是白板太微盾无法达到的伤害高度 与此同时这一队还有另外一个优点 那就是吊打满红太微盾 换在以前你的白板司马仪想都不敢想 同理还有现在比较流行的东东盾 基本上都是低耸穿 至于其他的重瓣速队 比如三千盾 无枪 肉弓 你在富贵棋上什么体验 这边就是什么体验 你可以简单的把它看作伤害更高版本的富贵棋 然后面对苏光队时也符合SP巡运的一贯表现 反正整体不差 但也并不绝对 那既然都SP巡运骑兵体系了 那他面对SP关羽枪兵和升级观光当时 也是一如既往的劣势 这点你千万牢记 OK SP刘烈版本司马飞雄骑 司马仪终于迎来了他的全新体系 白板的光不会局限在过去 OK SP刘烈版本司马飞雅